字幕字幕 李宗盛 如雀眉京匆匆沙 終勝山上向 開牛拍夜圓 大家好 剛剛都見到我在吉之島買三文魚 這些三文魚樓 逢星期三要做特價的 129元 那天99元我就買了一批 這些都很好吃 其實這些很多地方都有 圍康有兩塊 49.9元 現在家具都要120多元 加了一架 我見到這塊都挺漂亮的 其實都賣光 這兩塊挺漂亮 這塊就差一點 都OK 不如今天就和大家嘗試煎這個 三文魚樓 芝士牛奶 很簡單 又是非常容易 用鍋做就行了 用煎餅做 好馬上做給大家看 這些三文魚都挺漂亮的 我們先剪一塊出來溶雪 其實真的要買好這些 食糧在家裡 都免得去街市 而且這些都挺好的 隨時都做一塊就可以了 其實這些蒸也可以 不過我們今天就做這個 芝士牛奶 三文魚樓 小小 兩個人就夠了 你看看 解凍先 解凍先 解凍再和大家說 解凍一兩分鐘 趁著尾尾尘解得完 我們要刮一些鱗 因為太軟 很難刮 趁著它現在跟它硬 刮 就可以刮一些鱗 如果它軟 很難刮 這一點已經軟了 所以浸它一兩分鐘 首先要把鱗刮 先刮 三文魚披了鱗 再解凍 現在已經解凍了 其實摸一塊魚 冰不冰就知道了 如果裡面的心還是冰 即是未解凍完 現在就沖一沖 要索乾淨水 用廚房紙索乾 索乾 和大家說 三文魚印乾 我們放一點生粉 因為讓它乾身一點 染染它 讓它乾身一點 待會煎就好煎一點 一個來煎 用一個煎鍋煎 簡簡單單 不用太多油 大約一個湯匙的油就可以了 燒開 這個也是要慢慢煎 這個三文魚 放進去就可以了 OK 慢慢煎 收小火 慢煎 好像西餐 煎完一邊就反 待會再跟大家說 旁邊那個 折瓜蝦米粉 我拍過的 好香 待會再跟大家說 三文魚煎一邊 我們要看看它 反反它 可以了 OK 我們反這邊 很漂亮 總之要 細小火 用心機慢慢煎 就會煎到一個效果 好 煎一邊 煎一邊 好 煎一邊 再跟大家說 好 這邊就是清炒西蘭花 我拿手好氣 好 這邊的魚 這是三文魚柳 我們看看它 這邊煎得很好 小心 OK 這邊好了 另外這兩邊都是一樣 煎完就可以下汁 好 慢慢煎一下 煎完兩邊再跟大家說 看一塊魚 哇 四邊都煎到金黃 你看看 多漂亮 四邊都做到這個動作 之後 我們拿上來了 鑊要洗乾淨 鑊 鑊一下油 沒有油 鑊就洗乾淨 不要留點油 好 磚頭做汁 一塊這麼小的三文魚柳 我們放四湯匙鮮奶 好一點 如果沒有鮮奶 就用水也沒辦法 四個湯匙 先用小火 首先 洗乾淨淨淨 免得有些三文魚的味道 有油 放一塊 我們家裡會放這些芝士 很少用碎芝士 煮熟就可以了 OK 慢慢煮熟 小火一點 這麼大火 小火一點 最小火就可以了 其實是想用奶煮熟芝士 這個醬汁 小朋友很喜歡吃 也是 我們普通家庭的 這些鮮奶芝士汁 就是我們 一些 不是西式的芝士 煮熟 清高 多漂亮 整個芝士 OK 立刻就可以淋上去 淋上去 這個 多漂亮 這些面子就可以淋上去 待會點就可以了 好簡單 拿出去再跟大家說 芝士三文魚柳 這個真的挺有趣 這個 如果在吉吉島 99元 四條都很划算 圍到接近25元 不過就淡淡肉 在外面也要買120多 很香 這個放一些芝士牛奶 其實就等於整塊芝士放進去 你看看 四面都煎脆 兩個人吃飯 做一塊這些 開開心心 有一點點像日式的感覺 希望大家 都要多入一些火起雪櫃 還有這段時間 多吃點菜蔬 你看 我這個西蘭花 粉絲 折瓜 久了 差焦了一點點 不要看火 OK 那今晚就是我們兩個人一餐 不過西蘭花 沒辦法 買兩個 多吃兩個 多漂亮 這個芝士三文魚柳 希望大家都喜歡 紅日照開上 千風萬尊涼 隨著美景匆匆煞 鐘聲散尚響 海偶 海偶 喝熱 冰泥 風萬尼 出雲